大家好欢迎来到苗之士 上期我们用晋级的巨人的故事看了尾巴冲突的前世今生 今天我们来用新世纪福音战士的背景来看看基督教 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渊源 我的频道可以说是制作了 对新世纪福音战士最全的解说影片 从原版动画、漫画到新剧场版都有详细解说 这里我先回应下一位网友对一些细节的质疑 有网友认为我解说是采用了梅里调查的真相 他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真相 因为梅里仅仅是一个局外人 所以他调查到的应该不可信 在这里我不是想说这位网友分析的不对 而是想说安野秀明剧本的高度 意思就是他设计的是一个开放式故事 很多都需要观众自行理解 这种剧本是非常有高度的剧本 由于故事中并没有把真相解释清楚 所以给大家发挥的空间 就像我为什么要将梅里的调查说出来 因为在故事中他继承了加持死前所有对此事的调查 最后在自己不懈努力下得到了自己认为的真相 可以说他不是核心成员 但是他绝对不是一般的角色 而是非常重要贯穿主线的配角 那么在那些所谓核心成员都不愿意说出真相的情况下 导演安排梅里讲出一切符合剧本的常理 不然铺排这么久的加持与梅里是在做什么 身为双重间谍的加持就得不到一点有价值的情报吗 所以我们都是同样看了同一部动画 但是大家各自心中有着自己的解读 有时还会将一些情节上升到真理的程度 这就是现在基督教 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现状 伊斯兰的古兰经 犹太教圣经和基督教的九月圣经 里面的故事都十分相近大同小异 同样真主或上帝创造世界 同样出现了亚当夏娃 甚至诺亚方舟与大洪水的故事也都差不多 也有摩西出埃及记 所以严格意义上他们应该都是对同一个故事有着各自的解读 基督教认为上帝是三位一体 圣父、圣子以及圣灵 但是这个观点在基督教内部也不同一 因为在圣经中记载 圣子耶稣有向天父祷告 如果圣父、圣子以及圣灵是一体 也就是自己和自己祷告 这让人不好理解 所以基督教分为旧教和新教 也就是耶稣门徒建立的天主教和后来的新教 而基督、犹太、伊斯兰三个宗教最大的分歧是谁是上帝最后的先知就是主弥赛亚 这个已经是相互仇杀千年的理由了 就像新世纪福音战士的故事中 Saley、定元堂与使徒 Saley就像犹太教 认为使徒要与人类竞争 所以人类必须回到利利斯抢先成为永恒的神之子 要坚定不移地按照死海文书的预言形式 等待最后的人类就是主弥赛亚的出现 代替全人类存活下去 这一点真实的犹太教也是如此 他们相信上帝与以色列民族签订了约束 这就像死海文书一样 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 而以色列人被认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上帝对他们有特殊的关照和应许 当然受到上帝的优待就会承担更多的责任 在出埃及记中 上帝选择以色列人作为他的选民 要他们成为神的特别拥有之名 并在地上彰显神的旨意和圣洁的生活 并且上帝还会保护以色列人免受敌对民族的侵害 上帝在旧约中多次警告以色列人 如果他们背离上帝的诫命并随从其他神 他们将受到上帝的惩罚 所以以色列人是最严格遵循圣经的 就像Sally遵循死海文书一样 上帝在旧约中也有特定的计划 上帝通过消除以色列敌对民族 来确保以色列人能够在应许之地上 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 并遵行上帝的律法和指示 这就是犹太人为什么一定要在以色列的位置建国的原因 那么定元堂就象征着基督教 他认为救世主弥赛亚已经出现 就是自己的王妻 人类最后的代表就是定位 而副司令则象征了基督教的分支 如果定元堂是天主教 那么冬月副司令就是新教 他同样信奉着上帝 但不完全相信三位一体 对定真似并不那么信任 现实中的基督教 信奉耶稣基督为神的儿子和救世主 相信他的将士和牺牲救赎了人类的罪恶 基督教徒相信通过信仰耶稣基督 他们可以得到永恒的救恩 那么为何犹太人在欧洲一直遭到迫害呢? 以前很多解释认为因为犹太人比较会做生意 而且很早就懂得了金融,用钱赚钱 这的确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并不是主因 当然除了犹太教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根据基督教的教义 耶稣被罗马帝国的当局钉在十字架上时 这是他为人类的罪而牺牲的一部分 但有些信众认为当时罗马人有心想放了耶稣 是犹太人对耶稣的拒绝和背叛 才导致耶稣最后的苦难 他们认为犹太人的动机就在于 他们根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 所以犹太人仍然在等待他们的弥赛亚 弥赛亚一定是所罗门王的后裔 最重要就是耶和华应许的救世主 要完成上帝的使命 拯救以色列民族并建立一个公义与和平的王国 而耶稣没有做到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指责并不代表所有犹太人都同意或参与了对耶稣的处决 事实上 耶稣本身也是一位犹太人 他最后的跟随者也主要是犹太人 在历史上 这种责难和迫害犹太人的态度 对犹太人造成了巨大的苦难和不公正待遇 就像被父亲特别宠爱的孩子 容易遭受其他兄弟之间的妒忌和排挤一样 身为犹太人注定会要经历这些磨难 那么一个故事中的使徒就相当于伊斯兰教 他们的古兰经描述了同样的故事 但是大家的分歧更大 使徒为了自己成为最后的神之子 所以要不断地向人类发起圣战 他们更加保持了古老的原始神赐予的形态 并且在与人类不断的战争中 慢慢接近了人类的外形 这里可以看作是一部分伊斯兰的世俗化 伊斯兰教则是由先知穆罕默德所创立的宗教 穆斯林认为他是真主的最后一位先知 他们相信 可兰经是真主透过穆罕默德揭示的最终圣典 伊斯兰教的核心教义是完全顺从真主的意愿 并按照可兰经和圣训的指导生活 可以说伊斯兰教是保存了最原本的宗教体系 而基督教与犹太教都已经世俗化 所以穆斯林就像那些动画中的使徒一样 与人类完全不同 但部分使徒又尝试与人类接触 尝试世俗化 就像最后一位使徒主勋 他最后甚至放弃了与人类竞争生存权 这也是解决中东战争的唯一办法 就是要让宗教世俗化 伊斯兰教也有关于弥赛亚的信仰 称为马赫迪 伊斯兰教中的马赫迪被认为是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 他将会在末日时期出现 带来正义和和平 马赫迪被认为是一位伟大的领袖 他将带领信徒们迎接末日的来临 很明显穆斯林与犹太人一样 都在等待最后弥赛亚的到来 可是犹太人的弥赛亚是负责要以色列复国 上帝并会帮助他们消灭敌对以色列的民族 现在以色列已经建国 并且得到了欧美的支持 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是犹太人的弥赛亚已经出现 似乎就是那些曾经要消灭犹太人的基督徒 至少这些基督徒正在执行上帝对犹太人的承诺 而基督徒的弥赛亚就是耶稣 那是不是换句话说 犹太人哭哭等待的弥赛亚其实就是耶稣的众多信徒呢 不过这对穆斯林可是最可怕的事情 因为穆斯林的弥赛亚只会在世界末日出现 而世界末日的标志就是以色列复国 所以对这些没有世俗化的穆斯林来说 他们的弥赛亚也已出现 因为以色列已经复国 这对伊斯兰交的信奉者是巨大的冲击 所以要阻止世界末日就要让以色列从地图上消失 三个宗教根据同一个故事 信奉者同一个神 仅仅只是对于救世主的解读不同 就可以开启千年圣战 原本道人向善的宗教 却因为这小小的不同造成持久的生灵涂炭 这到底是上帝给我们的挑战 还是人类原本就是好斗邪恶的族群呢 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的记得点赞分享 有什么有意思的想法也可以留言给我哦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